第3的基体 在寒冬中盖上蓬松棉被或穿上羽绒衣 可以产生良好的保暖效果 这是什么原因 老师上课讲过棉被可以保暖 除了材质本身不易导热之外 里面的空气更是热的不良导体 可以阻挡我们把热量传出去 而达到保暖的效果 因此蓬松的棉被会比那个压扁扁的棉被 保暖效果好 因为蓬松棉被有比较多的空气 能够达到隔绝热量散失的效果 达到保暖的效果 所以第3的基体问我们说 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因为蓬松棉被或羽绒衣内空气热传导效果差 可以避免热量散失